叫你擠擠什麼 我叫你擠擠擠 早上到現在 會不會覺得委屈 沒有什麼委屈 疲倦不堪走出地檢署 台北市文山區流行里長 去大陸旅遊 事務號竟被以社犯反滲透法 遭檢調直接帶走 住家 辦公室等多處遭搜索 手機等相關電子設備也全被扣 檢調大動作搜索約談41名里長 其中3名里長 分別以5到8萬元交保 剛下飛機就被帶走了 很多人被嚇到是 衣服根本還沒有穿好 隨便套兩件就被帶出去了 從政這麼多年來 從來沒有一次這麼誇張 在侯友以大型肇事活動之前 大規模的來約談 來調查 傳出檢調接貨通報 台北市5個轄區 41名里長 包含親友約上百人 他們一共分成7團 接受上海國台辦招待 前往大陸旅遊 以1萬多元的優惠價格 玩7天6夜 在這期間疑似被要求 支持特定候選人 替特定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 民黨政府它其實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表面上說要恢復兩岸交流 要維持現狀 一般人民看到這樣的新聞 兩岸之間還敢交流嗎 總統大選將至 光是一週內全台超過百人 因為去大陸旅遊遭約談 其中就有43人是里長 選完以後基本都會沒事 可是為什麼你要在選前動用 所謂的反滲透法 民進黨為了要慎選 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 選戰倒數期間 基層卻律遭傳喚約談 國家機器動起來 是要穩定民心還是擾亂選情 民眾心中自有公平 借了請一彩珊藏長報導